歡迎收看JB單車兄弟 今天我們很開心 落隊同榮單車 找黃金寶、阿寶跟我們聊天 我們一開始 首先想恭喜阿寶 榮勝老闆 多謝你,Billy 第一條問題 想問一下阿寶 由運動員 變成老闆的心路歷程 是怎樣的? 其實我不是運動員 要跳去做單車這門事業 其實中間我也做了幾年 廣東的教練 也有五年時間 在講義POYV裏面做一些學校的計劃 機緣巧合 有一次就去探望同榮單車 同榮單車的後人 即是歐陽球 他就說你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不如你接手 我說也好 也有興趣 之後就正式接了這門單車生意 你今天在看荃灣店 其實就是剛剛開 其實我也做了一年 因為舊店 我就覺得那個環境不夠大 因為我很想 有這個平台之後 推動多些不同的文化 比如說 小的平行車 學一下單車 甚至乎有些 叫做分享活動 我就需要一些大一點的空間 甚至乎有咖啡室 我也希望能夠 騎人士 踩完車的時候可以輕鬆 在這裏討論一下 聊聊聊天 所以就剛剛開始接手了 就有個新的店 去做這個單車的事業 是 剛剛走完 有一邊是咖啡店 一邊是單車店 其實面積很大 對比外面其他單車店 這裏真是優勝的地方 是可以走得很舒適的 是 這個是非常好 讚 另外第二條問題 想問問阿寶 在踩職業單車之前 有沒有說踩過什麼單車 譬如子彈仔 BMX 有 其實你說的 全部都踩過 子彈仔其實我也踩過 因為我小時候 都是住屋邨 住立元村的 那時候我還很記得 那些油缸 經常想弄些花 買一些電線膠布 買三種不同的顏色 就貼了它 然後就說自己是什麼車隊 小時候很開心 就是踩職業單車 之後大過 BMX 經過一段時間 我就沒有正式擁有BMX 但是借人家玩一下 也沒有正式訓練 後期之後 我就參加了 單車聯會活動 我試過學踩 單輪單車 然後 花式單車試過 最終 回學最多 最長的時間 就是公路單車 是 那 除了單車之外 阿寶你有什麼興趣 平時 其實我自己比較靜一點 我自己比較 我喜歡釣魚 還有 我也喜歡聽音樂 不過 現在做了單車事業 比較忙一點 就少一點 不過我整天心裡 如果一天有時間 我一定會做兩件事 但是現在最忙的 就是因為 自己是小朋友 居讀小學三年級 反而這個陪伴 我都覺得是珍貴的 一有時間 我都會抽空 那 平時親子活動是怎樣 和你小朋友 其實就是 我的親子活動 都是跟著我老闆 就是開玩笑 跟著我兒子 那 他有時 一段段時間 那 他早前可能喜歡籃球 現在喜歡足球 那我就陪他玩 那單車只不過是 我和他一種類似交通的工具 那我有時都會問他 不如我們試一下單車 那他說 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玩一下 那我就沒有特意 好像很小時候就開始訓練他 因為我自己覺得 在小學階段 其實他什麼運動學無玩一下 都可以的 不需要一定說 就這麼小時候開始栽培他 就是探索期 就給小朋友自己有個選擇權 是的 ABCD 最主要是他有興趣玩運動 我就很開心 因為其實他們這麼小的階段 就通過運動 可以幫助他們身體的成長 甚至乎通過這些活動 可以在態度上 他也有少許學習的機會 是的 收到 那麼 除了忙著店鋪的打點之外 那麼 現在有什麼進行 或者未來有什麼規劃呢 是的 那麼 同型單車店鋪 其實就開了一個 比較好的環境 其實我一路都希望人家 有這樣的平台 可以在各方面發展 就是譬如說 我會 接下來會搞一些平行車的班 學踩單車的班 還有一些單車興趣班 甚至乎我會組織一些 俱樂部的班 參加一些本地的比賽 還有也都希望能夠 請一些不同的專家 在我單車這邊 分享一些單車 一些方方面面 譬如說 一些叫做 騎人人士的保養 運動表現的訓練方法 這些都是我很想做 還有我覺得應該我也要做 因為沒有藉口 因為現在店員很大 其實是有空間可以幫到 做這件事情 那麼 之後會不會有詳情 但是現在是規劃之中還是 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可以留意著我們的網站 我一路一路會放上去 希望多些朋友去參加 還有我現在來 逢星期六 早上 九點鐘 我們都會在同學裡面出發 我們有時候 清工 小林有單車 跟車友一起聚一下 收到 現在還有沒有做單車教練 有的 有的 其實你說騎人活動 我也有很多 譬如說 我平時都會入學校裡面 有時候有些小學 中學 會跟他們一起去做些訓練 小學 當時都是校內裡面進行比較多些 中學 其實我會在大埔 有一間學校 我會 星期四 我會教他們的放學 星期四 周末 星期六 我就會回來同影 我們八點半 在我們咖啡店集合 九點鐘 我們就會出去 一起去廿夜清工 甚至乎小籃 如果有朋友喜歡的話 其實都可以參加一下 星期日 有些朋友 有時候會有私人 會教教我們這單車 好 收到了 如果粉絲想跟阿寶一起看單車 就留意這個時間 好的 阿寶現在還有沒有 在吐功踩 我知道你以前在沙田 沙田區住 其實我小時候就在沙田區長大 吐露港對我來說 真是好數好數 還有很多的訓練 我都會 初階的時候 都會在吐露港 因為吐露港 有一條比較完善的單車徑 又比較長 圖中的障礙物比較少些 或者那些 我們俗稱 是否叫分隔 那些 有屋柱 那些比較少些 原路都沒有 那便會比較好些 那 我自己住 就住元朗 但我很多單車活動 都在大埔 吐露港 進行 好的 收到了 那阿寶又怎樣看 現在香港的單車文化呢 其實我自己都很希望能夠推動多些單車文化 但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得好些 為甚麼是我們呢 我想包括騎行人士 或者駕駛人士 甚至乎行人 因為其實可能大家都會從自己那方面去理解自己的需求 但是可能沒有反過來去理解別人 包括單車運動員 我自己覺得 因為有時候可能有很多朋友 騎行人士 他們都很想探索不同的路段 但有時候可能往往撞對 原來那條是繁忙公路 可能影響一些職業司機 或者是繁忙的交通道路上面 那條路又窄 那沙車人士可能就免得過怕發生意外 那可能就會導致車輛會比較擠塞 那所以我自己有時候 我希望多些推動這些單車的文化 無論是騎行人士 或者是使用道路人士 那大家可以理解 中間當然有些竅門 譬如說騎行人士在設計路線上面 騎行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避開一些繁忙的路段 無論是時間 或者是選擇路線 其實有些可能可以替代的 那可能就避免直接就可以 在繁忙的路段上踩單車 那另外就是 駕車的人士 也都希望他們能夠 就是體諒踩單車的人士 可能他們平時工作很繁忙 年輕人需要有個空間活動 他們要放鬆他們的心情 那我們都希望能夠給多些機會 他能夠幫助他們 在舒適的環境裡面騎行 那也都有了 可能有時候都會影響到其他道路使用者 因為大家都會有 大家去禮讓包容 我自己都很希望能夠推動這個文化 真的禮讓包容很重要 大家都可以用同一條路 最重要是安全 另外有一條問題 就是阿寶有些什麼想跟現在年輕的單車運動員說 你說得年輕的單車運動員 他當然是想參加比賽 我自己首先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為其實如果沒有安全 什麼都不用說 還有香港的路面 確實比較小一些 明白的 年輕的運動員當然希望能夠 有個好的表現 來不開一定要訓練 訓練也來不開一定要快 所以選擇這些路線 還有有專業人士的指導 相當之重要 我自己覺得 希望在一個好的環境 安全的環境裡面 還有一個好的指導上面 先去進行一些比較高級的訓練 危險性高的訓練 特別要注重和要小心 真的啊 那 除了店鋪會見到寶哥 還有星期四或者星期間會約寶哥 可以出去踩單車之外 有沒有說會踩一下場地單車 平時會不會單車館見到你 都有機會 早一段時間都有 因為其實現在最近比較忙 其實我在這個單車店前兩三年 我都保持著有 偶爾是單車 但最近比較忙 通常我先踩一踩公路 然後多一點時間 就去場地踩 不過接下來我想 我都會參與 多一點的單車活動 好 收到了 那今天就很多謝阿寶 接受我們的訪問和討論 希望將來可以再多一點 下來店鋪拍攝一下 好的 多謝你 或者參加一下你的單車活動 可以啊 星期六 如果有興趣可以過來參加 可以啊 我們快點半集到九點鐘出發 收到 OK 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看片記得訂閱和CLS 今天就很多謝阿寶和我們聊天 祝阿寶生意蒸蒸日上 貨如輪轉 謝謝 謝謝 過到來呢 同名單車呢 看完單車 找完黃金寶 和寶聊天 當然當然要去咖啡店那裏 喝咖啡 喝咖啡 喝水 還有大家都聽到 音響是很厲害的 是的 等下主理人 可以說一下這裡的事情 各位好 的事情 其實這裡呢 都想了一段時間 因為和阿寶呢 聊了一段時間呢 他最初都想在單車店做咖啡 那他知道我可能是比較 都有興趣啦 加上 就是 就是 以前都自己有想過想開的 那不如大家 就是COSSOVA 那他做單車的時候 又開一間咖啡店那樣 是的 那譬如你看到咖啡店 又有那麼多的音響啊 黑膠碟啊 純粹都是個人興趣 以前除了踏單車呢 自己都很有興趣 就是玩音響的 所以就 將有些草草盲賣的東西 就直接放到咖啡店那裏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欣賞一下 正啊 這個元素 大家記住 多點過來喝咖啡啦 Thank you 一進到門口 就會見到 有Obbia的產品 它的功路車 它就是IQ Square 的一個單邊功力腳踏 我手上 我手上拿著 就是Cancrete E-E-Wing的 太合金公路車版本的一個曲餅庇 讓我帶大家走同榮單車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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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